不安防 神秘百姓不安防 也好吧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感见呼吸 弟兄姊妹 欢迎大家同来参加 祷告大军迎接父亲的行列 让我们一同来赞美这位次 给我们平安喜乐能力的主 我的彷徨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一面埋有平安 生命迁远 就在耶稣基督里 留住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地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服输这世界 我高兴耶稣的你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或是拥有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一面埋有能力 有耶稣基督里 留住在我里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里面地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服输这世界 我高兴耶稣的你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我却拥有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我住在我里面 没有句话能战胜求你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句话能战胜求你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句话能战胜求你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句话能战胜求你 我宣告在我里面地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服输这世界 我高兴耶稣的你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我却拥有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靠他的恩典 我们可以走一条全新的得胜的道路 让每一天我们一步一步就是来跟随我们的主 来跟随他走到底去 祢是我的主 你引我走正义路 高山或地步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中围独 你爱我 人是我 永远不变地应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受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受 请引我走正义路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义路 高山或地步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中围独 万人中围独 你爱我 人是我 永远不变地应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受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受 请引我走正义路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受 将我紧紧抓住 你爱你受 请引我走正义路 我们请开始在准备前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 谢谢你 谢谢主你大人往必的传言 谢谢主你的引导 谢谢主家平均 谢谢主你从来没有别下丢弃 谢谢主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你永不可以下丢弃我们 恩典的路 是你带领我们上路 谢谢主 主耶稣我们爱你 谢谢你 你是我的主 你引导我们走每一天恩典的道路 这是盼望的路 每一天都有你的同在 都有你的祝福 神啊谢谢你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都是蒙你的恩财成的 是你救赎我们 是你赦免我们 也是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奔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 是条蒙福的道路 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耶稣你就是道路 真理与生命 主耶稣孩子们过往都死在罪恶过凡当中 主耶稣你不嫌弃我们肮脏乌臭 谢谢你你用你慈爱的手 把我们提拔出来 带到你自己光明的国度 谢谢你你用宝雪给我们穿上新衣 主耶稣谢谢你以荣耀给我们冠冕 谢谢你用你宝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使我们生命在你的里面长大成熟 越发的向你能够主耶稣 谢谢主你引导我们回家 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谢谢你这是恩典的道路 主耶稣你对我们说 主耶稣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耶稣主耶稣即便有患难有挑战 但是是高处还是低处 主耶稣我相信你的手都没有放开我们 因为你说你没有撇下也没有丢弃 主啊在这路途上面 主啊我们就把手伸出来说 父啊今天 哦主啊我就要把我的手再一次伸向你 主啊带领我 主啊在这个日子里面 主啊让我在你的心意当中来行走 让我紧紧的来跟随你 耶稣我感谢你 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宝贝没有说短 一种是宝宝怀揣我们 主啊从睡手到年中 主啊都这样的带领我们 还以荣耀的冠冕 主啊成为我们的荣耀 也成为你的荣耀 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 主啊经过的这个路径都滴满了恩典的自由 主耶稣我们走在其中 我们真是欢呼喜乐 我们是喜乐的大群 我们也成为主啊你征战得胜的勇士 主耶稣我们愿新的一年开始 新的日子开始 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恩典 主啊够我们用的 主耶稣我们就抓住你 主啊我们相信新酒和油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亲爱的主真是恩典 主啊这条路原本我们根本找都找不到 主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走上去的 主啊是你带领我们 是你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 主啊你就是这条路 主啊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 主啊我感谢 我就是要来赞美 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在这条路上 我们要不断地发出感恩 我们要不断地来敬拜 主啊没有让许许多的人 从我们的十章颂识灵歌当中 主啊从我们的话语当中 从我们生活的行为当中 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 亲爱主你真好 亲爱主啊你吸引我 在今天我就是要快跑地来跟随你 主啊谢谢你 让这条恩典的路 让更多的人 主他们能够寻见 更多的人能够走上来 谢谢主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封住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是我们继续来 共读主的话语 来敬拜我们的主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 希伯来书 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叹羞辱 忍受了世子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回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让我们随时 我们的眼目是被主吸引着 我们仰望这位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专心地来跟随他 专心来跟随 刚刚我们在念到这段经文 第一节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这许多的见证人是谁呢 当我们在读到 刚刚我们在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在之前 《西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讲到很多信心先贤的名字 他们无论是亚伯 无论是以诺 无论是挪亚 无论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或者是像摩西 像基电 像大卫 萨摩尔这些 亲爱的兄姐妹 这些人 他们可不是 只在那里 围着我们 只是在看着我们而已 看着我们 然后默默无声 看着我们 像看好戏一样 不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不但是围绕着我们 而且在对我们说话呢 他们是见证人 见证人 他们不只 他们过去 他们走完 他们在寄居的日子 他们今天 仍然在对 这个世代的人 在说话 他们仍然在说话 弟兄姊妹 你有听见吗 他们说话的声音 跨越了时空 跨越了时空 一直在对 今天的我们 在说话呢 告诉我们 信心的价值是什么 告诉我们信心 那宝贝之处 告诉我们信心 对我们何等的重要 信心是上帝说 赐给我们 极大的恩典 若是我们运用 他说 赐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我们可以得着些什么 这些见证人 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亚伯 在对你说话吗 你听见亚伯 凭着信心 他的敬拜 在今天在对你说 敬拜主 是多么的重要吗 你听见 你听见那 以诺 与神同行的 他凭着信心 与神同行 他在世 有365年的时间 他有300年的时间 是养儿育女 在这样的一个 一般人生活的 这种光景里面 很多人发出的 这种怨叹 很多的这些 感到劳苦 愁烦的 这种无奈的声音 然后随波逐流等等 但是这位以诺 他选择与神同行 他的信心 让他与神同行 过程当他看见 身为他预备的是什么 挪亚不但是与神同行 为他顺服住 他建造了方舟 信心使他看见 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挪亚是如此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因着信心 他离开那个乌尔 他熟悉的 他居住的环境 那个地方是一个 在当时一个 最文明的一个区域了 生活非常的便利 但是那里 种种使他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他里面感到是空虚 主呼召他 从乌尔出来 到迦南地区 去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往什么地方去呢 他与神同行 他顺服了 他把以撒献上 那孩子死了 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他平行信心相信 这位神还可以 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 他的儿子以撒 从信心里面诞生的 他也承接了 这个信心 这个宝贝的 这样一个礼物 他凭着信心 他为他的孩子们祝福 凭着信心 他愿意去 千让别人 世上人所看重的一些东西 伸给他的超过 他所能够想象的丰富 雅各凭着信心 他也为他的儿女们祝福 把将来事都告诉他们 约瑟也是如此 撒摩尔 大卫 吉田 摩西这些都是如此 亲爱的兄姐妹 你有信心去领受 他们今天对你所说的 告诉你说 这位神是又真又和的神 他的话语 从来没有突然返回过 他说有就有命力救力 凭着信心 虽然他们在世的时候 他们得着 他们有主所赐给他们的应许 但他们并没有得着 应许当中 要给他们的这一切 可是他们一点 他们都觉得 他们不足介意 因为他们看见了 看见 这个在信心里面看见 那是何等的丰富 他们如果想往地上 可以回去的家乡 他们可以去 他们可以回去 走回头路 但是因为他们信心看见了 他们就放下一切 然后来仰望 这位主 跟随他到底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 不仅仅是刚我们所说的 这些清新先贤 还有效法他们的历史历代的众圣徒 我们就应该要脱去 各样的 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来奔向 这为我们信心创始 称重的主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东西会缠累着我们 缠累着我们 使我们 我们本来我们可以上路 可以走到主 蒙福的应许里面去的 却被打岔了 是那些罪恶的诱惑 是世上的许多风花雪月 这些东西在牵引着我们 是一些威胁 是利诱 是什么东西 期盼着我们 残累我们的罪 有时候有些残累 是你意想不到的 我们说有些 像杀人 或者是一些很明显的这些东西 好笑才是罪 这些罪我们不会去犯 可是使我们 从主的路岔开那些东西 它都会成为我们一种残累了 譬如说是 我在走得好好的 有个东西把我吸引过去了 我偏到那里去 我没有仰望我的主的时候 我又掉进去了 譬如说有一次 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记载的 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 然后跟着门徒再次相会的时候 他用三次问 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说主啊你知道的 只要爱把这个人的心 挽回来的时候 挽回来 要好好地来跟随主 没想到 他看到个影子 从他前面晃过去 那个是约翰 他忍不住又问耶稣 讲说那人将来如何 立刻从跟随主的路上 又插到 因为别人 他又被插开了 主说那人将来如何 与你何干呢 你跟从我吧 跟从主 跟从主 要紧紧地来跟随 眼睛定准了 不要往左右 随便飘来飘去的 专心地来跟随 所以在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沉重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仰望为我们信心 沉重的耶稣 那个仰望有 我们不但是惊鸿一边 我们看到这位主 而且我们深深地被他吸引 我们整个人的注意力 都被他吸引过去了 保罗就曾经说过 他说我过去 在人看来 是很值得别人在那边 去传扬的 或者去为之骄傲的 这些事情 他说过去 他以为与他有益的 这些事情 他说他都因为 遇见了这位耶稣基督 在他惊恐一别 这位主之后 这一切相较起来 就像粪土一样 他只仰望这位 爱他到底的主 他心里面 只有一个目标方向 他说我斗拳不像是打空气 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 他就是专一的 专一的来跟随主 专一的来跟随主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多少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会把我们带偏掉了 我们的眼睛 被很多的事情 可能我们都会被吸引过去 好不好 让我们忘断一切 我们对这些 我们就在 求主让我们看到 他自己吸引我们 其他就黯然失色吧 让我们专心地 就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 奔跑这条路上 它是一条长途的赛程 如果我们不专心的话 我们真是会偏掉 一偏插着好里 可能就失之千里 我记得自己 以前我在学校 喜欢运动 我是个运动员 有一次我记得 我参加一个比赛 因为那个比赛 领我是在暑假的期间 那暑假期间 就没有好好去练习了 所以有点荒废了 肌肉有点松弛了 但是我就参加那个比赛 那么就凭着 过去的一点基础吧 就下场 那时候我记得是 1600公尺接力赛 每个人跑400公尺 那要从头要冲到尾的 当我跑到最后300公尺 300公尺 还是100公尺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两腿没有力量了 我两腿没有力量 我两个眼睛就闭起来 我使尽我吃奶的力量 连把眼睛的力量 我都把它 化为我脚上的力量 结果我就看不到 我就闭着眼睛往前面跑 只听到前面大喝一声 说你跑偏了 我眼睛吓得张开来 我就发现 我占用到别人的跑道 才被人都陷上了 差点挡住别人的这个赛程 如果你对方检举我的话 其实我们资格就已经取消掉了 但是因为 那喊的人是我的教练 所以他放我姨妈了 这个裁判他放我姨妈 他也是我的教练 那时候我就学习到 如果今天我跑偏调 我会跑到什么地方去 不要说是名次了 我们又是接力赛 后面跟着我的人 全部都不会有名次的 因为我带他们 全部都走偏调了 仰望为我们 信心创始沉重的主 谢谢我们的主 这些新兴先贤们 他们走得真好 他们跑得真好 他们今天跑进了 神为他们允许的 那个更美的家乡区 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位 我们上路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已经上路了呀 我们整个不跑完全程呢 还有许多的人 我们都要呼唤他们 赶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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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为我们这位 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 是的 在路上有许许多多的挑战 甚至有逼迫 有讥笑 有凌辱 有各样的苦难 摆在那里 在考验着你 所以 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 我们要仰望为我们这位 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 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甘羞辱 忍受实在他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光景 你需要做的 不是抱怨 你不是在那里面害怕 你需要的是更多的 来默想 这位思想 这位为我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 如果他是我 他会怎么做 他面对的这些嘲笑 面对的别人给他的一样的这些 这些眼光 这一切的 这些反对 这些拦阻打击 他是怎么样看 他是怎么样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求主 帮助我们 给我们他的眼光 有时候我会对弟兄姐妹说 如果你看到有人今天反对你 如果今天走在正路当中 你知道你所行的是对的 可有些人跟你唱反调 可能抵挡你 给你脸色看 兄姐妹请你切记 我求主 给你他的眼光 你今天看到他的脸色 是这样对待你 可是你信心眼光看到 如果他今天没有得着救恩 他那个脸色 会难看到一个地步 是在永恒里面的 可是一旦你今天苦口薄心 你对待他 你为他祷告 你仍然愿意善劝他 把他挽回过来 将来他永恒里面 他会感谢你的 但是我求主 我们不要去跟 这些战士来做计较 我们所忍受的 不过是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你们讲到说 是至战至亲的苦楚 且为我们成就那 几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你思想耶稣 你所遇到的 跟他类似 就告诉你 跟他走的是 站在一条路上 他陪伴着你 他安慰着你 他还会奖赏你 值得的 值得的 为今天你的难处 在我们面前祷告 也献上你的感谢吧 因为你走对的道路了呢 盼望所有的 一些主力 都为你的祷告 能够化为你生命当的祝福 化为助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真好 为我信心创始成动的耶稣 主要我爱你 我就是要跟随你到的 让我们有别的路 主要你就是我唯一的道路 你最好 因为我们到永国 生命的领域里面 耶稣我赞你 谢谢你 主要是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要你带领我们 主要让我们看到 有这么多的签证人 是我们信心的榜样 主要你就带领我们 让我们眼目专注于你身上 因为这条道路 虽然会有很多的波及 但是主我们想到 主我们就来思想 有这么样多的见证人 他们有很多的应许 有时候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可是他们存在信心盼望 就是往前奔跑 主要我们求你 把那个信心盼望给我们 主要叫我们不再 主要按着 主要环境在看 也不按着我们自己 好像有多少 欧主要这样的能力来看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越在软弱中 我们依靠你 主要你就是让我们可以 在软弱身上行为完全的神 主要一直我们要信心的仰望你 因为你是创始沉重的神 主要你的信心在我们里面 以致我们可以依靠你 胜过所有的这些艰难 谢谢你要在当中帮助我们 让我们走这条道路 主要依靠你走完全神 您是我们再美你 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在我们周围摆下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 历史历代以来 许多的信心的见证人 他们不是没有艰难 不是没有困苦 不是没有逼迫 不是没有领路 主啊他们靠着你的恩典 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难处 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前面 帮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 是的弟兄姊妹很多的重担 我们有时候也很多的重担 求你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 经济的重担 人际关系的重担 是的 侍奉的重担 家庭的重担 婚姻关系的重担 亲子关系的重担 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 放下各样的难处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让我们存心忍耐 奔那你为我们摆在前面的道路 主啊让我们荣耀你的圣名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谢谢你 主啊你把这么多 主啊云彩的见证人 这些得胜者摆在我们的旁边 主他们活着的时候 没有得到他们所得的应许 但是他们从远处观看 欢喜迎接 他们实在得到他们所得 在基督里面的应许 在美女主啊 所有的你的应许 在那里面都是是的 主耶稣这些云展进入的人 他们那个时候 主耶稣想到罗亚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圣经可以看 没有主的话语可以读 主啊信到从听到来 听到是从你的话语而来 但是这些人就是坚定的相信你的应许 主啊今天我们有这本宝贝的圣经 在我们旁边 有助自己亲密的话语在我们旁边 主耶稣帮助所有神儿女 主耶稣帮助我们不看这些困难 不看我们身边的难处 主耶稣不看这个环境 主耶稣不管环境多么不顺罪 不过多么的恶劣 但是让我们坚定的相信 主祢对我们的应许 谢谢主 让我们靠着 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能够得胜 胜过一切难处 与那些云展进的人 一同来到祢得胜的宝座面前 阿们 阿们 主耶稣赞美你 主啊你是那一位可信的 主啊你是那一位可靠的神 主啊我们依靠的不是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主啊我们乃是依靠主 你自己的灵 引导我们 主耶稣是你引导我们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 主啊若不是你 主啊我们 哦主啊是不会明白的 主啊若不是你的话指教我们 你的圣灵开启我们 主啊我们按照自己的肉体 主啊我们就容易跑偏了跑岔了 主啊但是在每一个岔路上面 主啊你都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回转到你的面前 主啊主啊在我们的前面 主啊好像保罗说的 主啊他是忘记背后 主啊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耶稣祝福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孩子们主啊都奔跑在你 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 主啊直直的主啊 哦向前观看的来跟随你 阿们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却以我走着人生路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